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安省的残疾补助金 Oterial Disability Support Program, ODSP 那么这个残疾的定义它比较广 就是说除了你的身体上的,还有心理精神上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申请条件 一,就是有残疾或者是免于残疾裁决程序规定类别的成员 那么我们主要是讲它普通类别的残疾 就是说身体上的或者是精神心理上面的 18岁级以上,如果低于18岁呢 可以在18岁生日前的6个月开始申请 居住在安省,不是访问者或者是旅游者 需要经济上的补助,也就是说您和你的家庭 没有足够的钱来负担生活的开支 要获得ODSP的资格,你必须首先在经济上要符合条件 那么我们待会看一下它的家庭资产条件 然后呢,评估你的残疾的情况 如果你在经济上符合条件的话呢 你将获得一整套的残疾的表格 由你的医生来填写 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用来确定 你是否符合这个ODSP的那个医疗资格 那么也就是说简而言之 你要申请这个安省的残疾补助金 首先第一个你要满足它的经济条件 也就是说你的经济上面的家庭资产的条件 它有一个限定的额度,你不能超过 然后呢,第二个在这个经济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呢 再看一下你是否符合它的那个医疗资格 也就是说残疾资格 那么它会根据这个表格由医生来填写 来审核你是否符合这个资格 所以这个残疾补助金是分两步 第一步是经济上的条件的审核 第二步是残疾医疗资格方面的审核 家庭资产条件 那么它的根据家庭的人数来决定 然后呢,它的最高额度 那么假设比如说单身人士 它的最高的资产额度呢不能超过4万 如果是申请人跟配偶 那就是5万 申请人配偶和一个小孩 那就是5万零五百 那每增加一个小孩呢就是多5百 那么它有一些是资产是豁免的 比如说申请人的自住房是不算的 车子 那么如果是有两辆车的话 第二辆呢,它的价值是不能超过1万5 现金退保价值不超过10万的人数保险 预知的上葬费用 教育储蓄基金 申请人小孩的收入 自雇人是不超过2万的商业资产 农场工具机器价值等 那等等这些的资产的豁免呢 它在那个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呢 列出了大部分 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 还是需要这个case walker来评估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到时候需要把这些材料递交上去 然后跟case walker面谈 然后他会根据你这些材料来审核 然后决定你的家庭资产总额到底是多少 或者说哪些资产是不算在这个家庭资产里面的 申请的方式它有两种 一个是网上申请 一个是电话申请 网上申请 大家可以点开这个网站 或者你到ontera.ca安省的政府网站上面 去输入那个social assistance 那么它会出来这个页面 那么这边呢就有两个申请的连接 那这个就是ODSP 就是那个安省残疾补助金 那么ontera works 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那个安省的救济金 好,电话申请 我们点开这个连接 你可以到ministry of children,community and social services里面 输入这个social assistance 或者是ODSP 那么它这边呢 有列出来不同的区域 它的电话是不一样的 那么根据自己所住的区域 找到相应的电话 可以去打电话 做这个电话上的申请 那比如说多伦多 你可以点这个多伦多 那么它出来有几个 这个办公点 它有服务的那个区域的 也就是说根据你自己的邮编 然后你是属于哪一个办公点 然后呢 你可以相应打他们的电话 做这个申请 申请所需的信息 这个跟我上一期讲的那个 安省的那个救济金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所有的那个social assistance 它要求的一些 所需的信息都差不多 那么第一个呢 比如说需要你的名字 出生年月日 那么它所需要提供的文件的话 比如说出生证啊 比如说移民纸啦 登录纸啦 护照等等 好,这边呢 是加拿大 在加拿大的那个身份 那比如说公民证啦 封业卡 登录纸 护照 收入的 具体的收入 那比如说你的退税单啦 你的工资单啦 或者是你的EI单啊 还有那个 就是 OAS 就是养老 养老金啦 或者是养老补助金啦 等等这些单子 资产的那个具体的数额 那比如说现金啊 银行对账单啊 人寿保险单 或者是一些那个 买的那个债券 股票啊 或者就是类似于这些 投资方面的单子 其他的一些资产的信息 比如说房产啦 车子啊 等等 或者是预先支付的上葬费等等 还有接下来就是 你在房子上的那个开支 比如说租金啊 然后是水电器单啊 或者是 贷款的单子啊 然后是 房子的那个 地税等等 这些 或者是房屋保险单 这个呢 就是家庭 其他成员的一些 工作收入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的话呢 就是工作单位的名字 每个月的收入 工作开始的时间 小孩子托儿的一些 预算的费用 或者是 实际的费用 那么就是给小孩子的 那个托儿费的信息 或者是 这边是要求就是 实际的 或者是预估的 这个跟残疾相关的一些 上面的一些 费用 比如说 你需要去 请一些 那个 手语的人啊 帮助你 假设你是聋哑人 你需要请手语的人来 帮你提供一些 翻译服务了 或者一些 特殊的那个设备 等等 这个 就是跟残疾有关的 一些 这些费用 最后一个呢 就是一些 就是 特殊的一些 比如说 跟小孩 一些特殊的 这些费用 是给这个小孩 是有那个残疾方面的 比如说 一些交通的费用啊 或者是 一些特殊的 那个设备的费用啊 或者是服装 或者是因为这个 这个原因 要对家庭 做些一些 调整 比如说 一些轮椅啊 或者是 扶手啊 等等 那么这些相应的 开支的费用的信息 好 申请的流程 那么第一步 在网上或电话上 递交申请 ODSP的办公室 会审核你的申请 第二步 ODSP的办公室 会在15个工作日内 联系你 安排面试的日期 第三步 和Caseworker面试 递交所需的材料 签署相关的文件 第四步 Caseworker会在15个工作日内 告诉你的申请 是否批准 那么这边这个申请 是相对于 是在经济上的 这个资格的申请 看是否 符合 第五步 如果这个 经济上面资格 审核的申请 批准以后 那么 递交 残疾的申请表 那么这个表格呢 是要医生填写 然后由他邮寄 这个表格到 政府的 办公室 第六步 ODSP办公室 会审核 这个残疾的申请表格 在90个工作日内 写信 告诉你是否符合 这个残疾的资格 第七步 如果符合 这个残疾资格 那么Caseworker会安排面试 和你制定帮助的计划 以及告诉你 第一笔钱 什么时候到账 好 那么这个就是说 步骤要比那个 安审救济金要多 因为他一共是有两大步 第一步是要先审核 你所有关于经济上面的资格 是否通过 第二步 再是审核 你的残疾资格方面的申请 是否通过 所以呢 他的步骤相对比较多 那么他的申请的时间 相对也比较长 提供的福利 那么ODSP的福利的话呢 基本上跟那个 救济金的福利是 雷同类似的 那么经济补贴 就是基本生活费 加上住房补贴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 医疗福利 就是处方药 眼科 护理 比如说是眼睛疾病 或者是配眼睛 看眼睛 测试力等等这方面 残疾相关的福利 比如说需要一些 医疗辅助设备 假设 比如说有的人是 耳朵听不见 那他需要那个助听器 有的人不能那个行动 不能走路 不方便 他需要轮椅等 就业福利 就业咨询指导 就业相关的费用 比如说托儿费用 然后工作所需物资等 儿童的福利 好我们看一下 他的那个生活补助方面 他主要是也是两袋块 第一个就是基本生活费 第二个就是住房补贴 那么这边呢 他是根据几个情况来决定的 那我们首先看记忆栏 这个呢就是申请人 一个人 如果没有其他的dependent 就是比如说依靠于你的人 比如说小孩 这个小孩当中呢 还分两个年龄段 一个是18岁以上 一个是0到17岁 好记忆栏呢 是表示那个申请人和配偶 两个人 然后呢这个配偶呢 是正常人 不是残疾人 这一栏呢 是表示申请人和配偶 然后配偶呢 也是残疾人 那么是这个数目 那么往下看 如果是申请人一个人 加上一个0到17岁的配偶 那么就是他的生活 就是补助金 就是815 如果是申请人家配偶 加一个0到17岁的小孩 那就是969 那如果是申请人 加一个配偶 配偶也是残疾人 再加一个0到17岁的小孩 那就是1340亿 那如果这个dependent 就是依靠于这个家庭的那个人 是18岁以上的 那么假设 比如说申请人 加一个配偶 配偶不是残疾人 再加一个18岁以上的 dependent的话 那就是1157 住房补贴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看家庭的人数 一个人就是497 两个人780亿 这边就列出来了 好 我们把它就是做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归类 那假设 比如说单身人士 他的最高生活补贴 就是672 住房最高补贴是497 那每个月的总和 就是1169 那第二类情况 比如说申请人 加上配偶 但是配偶呢 不是残疾 那么生活最高是969 住房补贴是780亿 那么每个月的总和是1750 那如果是这类情况 申请人加上配偶 配偶也是残疾人 那么他的最高生活费是1340亿 住房补贴是780亿 总和是2122 那如果是申请人加上配偶 配偶不是残疾人 加上一个17岁以下的小孩的话 那么生活补贴是969 住房补贴是846 总和是1815 那么这个只是我简单的 跟大家列了一下 这几类情况 那么具体的是根据 自己家庭的情况 去看上一页 我列出来的那两张表格当中的 具体的数字 来计算 每个月能拿到多少钱 好 那么今天这个安省的 那个残疾补助金 我就讲到这儿 别忘了点看 点赞 订阅 零零安居生活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